价格还是按照上次的成吧 这几只班鸟呢 按一样的价格一起给你算 你看行不行啊 行没问题 那兔子七十斤 野鸡三十一斤 班鸟三斤 一共是一百零四斤 一斤二十五文 一共刚好就是两千零六百文 孙福算完就开始数钱了 二两银子加六百文 到了苏三郎手里沉甸甸的 他傻傻的笑着 好多钱呢 可以买很多米 还可以买很多布 不用挨饿受冻了 傅师傅 那我就先回去了 家里人还等着我呢 成 那你回去吧 我这也要忙了 孙福已经拿刀去抓兔子了 利落的一刀下去 他突然看向苏三郎说道 瞧我这记性 那个出府的路 你能找到吧 我这也没口令你出去了 我找得到的 说完 他就转身离开自行出府了 揣着沉甸甸的银钱 他想了想 拿出了二十文出来 到后门的时候 他给了看门的小思 小哥 这点小钱给你 还望你不要嫌少啊 小思立马就换上了笑脸 恭敬地送了苏三郎出门去 也恭喜他好运气 苏三郎笑着和小思道别 他这么做 自然是为了讨好小思 这样 他下次来的时候 也会顺利些 而苏三郎的大方 也让小思对他有了好感 看着苏三郎远走的背影 他心想 下回这个人再来 我就早点去通报 他卖了也不忘自己呢 总比别的猎户好多了 有点油水 总比没有好 蚊子腿再小 也是肉嘛 苏三郎去了米粮铺子 老板 我要买一百斤粮食 还有菜种 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一斤最多给你便宜一文钱 你看你要不要 我要 我要五十斤白米 五十斤金玉棒子粒 和五斤白面 菜种的话 二两菜种就够了 伙计笑了笑 利落地拨动算盘 一共是 一千一百八十五文钱 客官 你自行算一算 看看可有错 苏三郎自己也在心里 默默地算着 他算得很慢 伙计也不催他 苏三郎算了一遍 没有错 没错 说完就付了钱 三个大口袋就装满 放入了杯楼里 二两菜种也在其中 而他身上的钱也还剩下 一千四百九十五文 背起背楼 准备再去买点糖 就回家了 客官慢走 苏三郎又花了十文 买几块小糖 这才揣着剩下的钱回家去了 这次 他回到村里的时候 才是五十 这个时候 多数人都在家中 看见了苏三郎 还热心地打招呼 苏三郎心里很清楚 他们就是想知道 他买粮食哪来的钱 苏三郎只是笑笑 并不接话 他不接话 笨话的人也识趣不再问 路过苏家的时候 王室脸色无比的难堪 你哪来的钱 你是不是偷了家里的钱 苏三郎心里一凉 冷冷地道 我搬家的时候 娘不是亲眼看着我 我有机会偷家里钱 苏三郎并不想和王室多说 直接路过 让他伤心的家门口 朝前走 这已经不是他的家了 他的家在村的最后面 王室看着苏三郎 对他冷言冷语 心里很不识滋味 当即就跳着咒骂 杀千刀的 没良心的 有钱宁愿花去外面 也不肯到家里来买粮食 这么多年 真的白养了 老天无眼 这样烂良心的都还不死绝 王室恶毒的咒骂 也没有让苏三郎停下来 苏三郎很快就消失在 王室视线里 无论他怎么骂 都影响不了苏三郎 都影响riu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